提过了 其实能听到自己唱歌五音不全的人 不是五音不全 你说的都对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觉得他的这个引导能力 培训能力和现场掌控能力 这还真的是不错 对 那你没打算应聘个什么 培训师这种方向 也可以啊 我还比较喜欢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刚才在大卫迟疑的时候 他说你说有 对 他非常明确的 就是因为他其他的迟疑 其实这个对于销售本身来讲 就是他非常让客户 就是结果的导向的 他只有完全放松 他才能达到这种调度的情绪 对 他一点都不紧张 让练也不 是我们比他紧张 对 他的反应能量 是的 另外是不是那句话 也没让你觉得你不舒服 对 所以他先让你封锁 就说有 大卫 对 让他替你吧 我觉得可以 我想丰盛一个主持人 我觉得你就在北京吧 在非你莫属吧 工作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我们六位企业家 谢谢 谢谢老师 刚才你这个训练 他第一句说枣的时候 我学播音主持专业 就有一个和这个类似的 他一句 他是练这个人的气息 有这么一段话 一口气说 说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束枣 然后从一个枣开始数 一个枣两个枣 一直数到十个枣 然后再从十个枣 一口气 再数回来 数到一个枣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绕口令 一口气说完 才算好 想当年 你不用让我展示 大卫老师 你不用让我展示 来一个 我们强烈要求你来一个 大卫老师就这个东西 必须得展示一下 如果你展示不了 我都能展示 有人摆头了 有人摆头 光说不练 假把事 对 我试着 我试一下 来来 掌声给大卫老师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束枣 提着杆子去打枣 轻得多 红得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九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这是一个绕口令 一口气说完才算 我可以这么说 这会该他了 让他上 不要求你把后面多少个枣 你把他前面那一段话 你能说的不嫖就可以 我凭什么说 我就说不好 管他多少段 好险好险 但是我觉得大卫老师这基本功还真的是很扎实的 空底债 刚才这个展示啊 我觉得徐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还有马瑞的点评 他很放松 他比我们还要放松 你在这方面是怎么练就的 是天生就这样吗 没有 我觉得还是大老师给我勇气 这个指上提上应该没问题吧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都非常的恰如其分 但我有一个矛盾 就是我也想问问你 因为毕竟你是在银行跟大众点评做 你会选择松鼠AI作为你可能潜在的意象 我觉得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或者原因 一方面的话 成功智能就是是一个大的趋势嘛 从销售经验上面 我是能能去做这个事 是有四点可以去做的 一个的话我觉得是 就是还是低推 第二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现在互联网的行业嘛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平台的输出 比如说会通过百度啊 或者是说就自己的公众号啊 这种的方式去给自己做一个推广 就松鼠AI在许州地区的这样一个推广 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能去很好开展呢 就是叫做一页合作 还有一个第四点叫做MGM 就是要推荐 就通过这四个方面 我觉得我是可以把这份工作可以胜任的 感谢观看